不过新北市现在疑似是 就是家属觉得是不是疫苗 而有关的这个死亡的情况 已经来到了89例 其中AZ有82例 莫德纳有7例 好来看其中这位69岁的理性男子 他在13号上午才打完莫德纳疫苗 没想到7个小时之后 就疑似出现不良反应 还没有来得及送医 就在家里头过世了 那么家属说这一名理性男子 他虽然有这个心脏病病史 不过他是台北市益胶分队长 就说当天中午都还有说有效的 他们就质疑说 那死因跟接种疫苗到底有没有关系 希望能够求一个真相 痛失手足李先生眼眶饭泪 因为他的弟弟13号上午9点 到南山高中接种莫德纳疫苗 7个多小时后 傍晚疑似发生严重不良反应 还来不及送医就在家中过世 过世的李姓男子今年六十九岁单身 本来是继承车司机 退休后持续担任台北市益胶的分队长 有心脏病史 平时和哥哥一家人住在新北市中和区 没想到却在施打疫苗后当天过世 家属怀疑死因跟莫德纳疫苗有关 李姓男子预计在二十三号上午解剖离清死因 就怕是疫苗引起的不良反应 父亲邻居也希望接种疫苗前 是否能透过林里长确实向民众落实卫教宣导 让类似的遗憾别再发生 华氏喜欢你即将黄昭盛 新北报道